在这儿我们也是呼吁全社会共同努力 不仅要使母亲远离批毒 也要使所有的人都远离毒品 接着我们再来看 说到愤怒的小鸟 人们马上想到的是一款游戏的软件 但是愤怒小鸟在现实灯火当中 也确实出现在我们奥克兰地区 最近据初级产业部的报告说 愤怒小鸟的踪迹减少了 让初级产业部官员惊喜的是 自一千纽币的奖励公告公布后 报告愤怒的小鸟的数量急剧下降 截至去年10月份 奥克兰地区多达5个地区 发现了绰号为愤怒的小鸟 这种鸟被立为1993年生物安全法下 有害的鸟类 构成对本土鸟类以及水果和蔬菜作物 包括衣服的衣服 梅子和西红柿的威胁 初级产业部称 这种鸟最有可能来自南亚海岸 据介绍 自1950年以来 愤怒的小鸟在奥克兰 已造成了三次巨大破坏 初级产业部官员说 相关部门共收到270个目击报告 愤怒的小鸟长约20厘米 头部为黑色 腹部为灰白色 以及深红色的尾巴